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贴纱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 这边说到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虏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挡量 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 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竟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讲到他传福音几方面的动力 第一,他知道这是真理 若你不知道所信的是真理 就没有传福音的动力 当我们是传福音时候 真的知道所传的不但是真理 而且是能帮助人改善生活 生命和国家的真理 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窃据 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传讲神的福音 当一个国家能按照神的真理来行的时候 这国家必然蒙福 当一个家庭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行的时候 这个家也必蒙福 同样的,一个人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行时 必然会从神那里得到真实的智慧 很多人我们只寻求世界的财物 但那些不能让我们富足 我们需要的乃是真理所带的智慧 帮助我们在生活上 不断发掘新的资源 应用新的资源 这新的资源能带给我们新的财富 生活上极大的转变 第二,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 就是神所厌重的 换句话说 他是神所拣选的 为要做福音的使者 要明白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他不但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 也拣选我们侍奉他 做他的仆人 所以保罗才说 当他明白他的身份的时候 他就要去传福音 他说若不传福音 他就有货了 我若我传得甘心乐意 我就有奖赏 但是如果今天我不甘心 责任已经架在我身上 所以保罗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有传福音的动力 第三 他知道传福音是讨神的喜悦 不是讨人的喜悦 若未讨人的喜悦 保罗可以传讲 人所喜欢听的道理 却不是神的心意 也就不能带来灵魂得修的果效 所以小朋友们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侍奉神 必须清楚知道 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都不是在讨人的喜悦 而是灯灯讨神的喜悦 今天我们要学习保罗 勇敢的传福音 让传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福音能改变人的生命 只有福音的大能 能使我们远离罪恶 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 进到神的国里面 所以小朋友们 让我们追传福音的使者 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 约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